您好 欢迎收看9月1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玉慧 县府圆明处年度大活动之一的法力法力音乐节9号是在热睡国中登场 不仅有国内圆明金曲歌手县府扶植在地乐团歌手轮番上台演唱 这次还有来自马达加斯加的金曲拍档 带来浓浓的南岛民族音乐 透过镜头一起来欣赏 在地出生的台九县咸猪肉乐团 带来台湾原住民歌谣犹如巴黎巴黎般的乐章 勤勤催送全场沉醉 巴黎巴黎的最主要音乐节的主要 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能够把我们所有在地花莲的子弟兵 能够有机会站在舞台上 然后给有机会培养很多的更多的音乐人才 堪称是县政府元明处年度大活动之一的巴黎巴黎音乐节 9号在南区瑞瀉国中操场盛大登场 花莲在地乐团精湛演唱原住民歌谣文化情怀 巴黎巴黎的舞台也留给在地喜好音乐的部落青年 声唱起歌 先生府这一季也特别邀请与花莲特别有缘分的马达加斯加岛歌手 Klima进行文化交流为音乐节增添不同的色彩 花莲是南岛的故乡 花莲县政府为了推广原住民文化以及音乐 能与南岛文化结合交流 让在地音乐人透过交流能有创新的想法与感动 巴黎巴黎音乐节现场有原住民特色的手工艺品美食 农特产以及伴手礼等42个展售及工艺摊位 而舞台上则有角落乐团李孝祖、马永恩、伊丽高露、 百姓乐团、杂烙巴西瓦利、阿布斯阿布斯以及嘎西烙咸猪肉 轮番上阵共同掀起、巴黎巴黎音乐海啸、嗨番南花莲 接着是玉兰对岁采访报导 接着是玉兰对岁采访报导